美國藥物濫用問題嚴重 有些地方聚集太多成癮者 甚至被稱為殭屍之地 美國控訴中國是芬泰尼原料供應的源頭 這場新鴉片戰爭為何遲遲無解 中美斡旋可能會犧牲掉什麼利益 火線熱話題帶您深入核心 了解事件全貌 您好 歡迎收看火線熱話題 我是蕭淳雲 今年來我們都聽過美國芬泰尼濫用成癮的問題非常嚴重 網路上也流傳很多美國成癮者在街頭 宛如喪失一般眼神空洞肢體怪異的行走畫面 芬泰尼這種類鴉片藥物在台灣是第二級管制藥品 止痛效力比麻菲高50-100倍 至此劑量非常低約2毫克 這個量比鉛筆的筆尖還要小 致命風險非常高 混入其他藥物服用更是不得了 根據統計 美國每天有超過150人死於 與芬泰尼相關的過量用藥 美國企圖書指出 芬泰尼進口主要是跟墨西哥毒販密切相關 但在往回追溯 這些販毒集團用的原料來自於中國 近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甚至提到 不只芬泰尼 中國也是毒品製造機器和冰毒的幕後推手 超過兩年以後 我們有盡量判斷 大量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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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尼曆的 大量判斷 China supplies most of the precursors to the cartels in Mexico which then leads to the fentanyl that comes here and that's been talked about a fair amount and it's a huge problem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China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an awful lot of the pill presses manufacturing of the pill presses which of course are also used and in addition to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this but China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an awful lot of the precursors for the meth that's manufactured south of the border as well but in the US 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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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it is not a complete deal because this is a food product it's a very big deal of damage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中国的地下工厂 願意冒險去做这个事情 在去年2022年8月 美国众议院議長佩洛西來臺灣訪問的時候 那中國就要暫停彼此之間有關於分炭尼 這些毒品來源的一個合作的問題 所以說最近這一年多的時間 幾乎這樣的一個合作就主在於停滯的狀態 中國則反控美國分泰尼大流行 根本是美國的國內問題 長期以來中國面對合作禁毒 態度一直是反反覆覆 你可以很嚴格去進行一個執行 你也可以說好像有點睜之眼閉之眼 因為畢竟這些地下工廠 他賣到加拿大或墨西哥的這些毒販裡面 他可以為中國賺很多的一個外匯 那你如果是要要中國政府 很嚴格來去進行這樣的一個管控 來幫助你美國解決 利益惡化的分泰尼的問題 那當然或許對於中國的政府 對於習近平而言 他會認為這或許是一個 可以跟美國討價還價 或是當作是一個利益交換的籌碼 我倒覺得比較有可能 希望美國能夠在對於中國的一些科技 的一個制裁 尤其是一些高階的一個半導體晶片 的一個制裁的問題上面 或許中國會爭取 美國能夠拿這個 來當作是一個利益的交換 希望美國不要說做一個 太高程度高階晶片的一個制裁 禁止進口 我相信習近平他是會 想要用分泰尼這樣的問題 來去交換美國能夠在一個經濟 或是科技交流的一個問題上面 然後對於中國 採取一個比較和緩的一個姿態 11月拜席會上 雙方達成共識 要聯手加強茶器分泰尼 阻止分泰尼原料流入美國 中國也答應要分享犯罪資料庫 中國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王小紅 日前也在會議上明確指示 要加大毒品的控管力度 深化分泰尼及新型毒品的治理 而美國財政部4日也宣布 成立新的凡分泰尼打擊小組 會整合其下資源加強氣毒 這樣你們合作 可能必須要是在一個美中關係 有所和緩的狀況之下才能夠進行 今年11月的一個拜席會的一個發展 看起來 目前美中關係當然還是 維持一定程度的一個穩定 我想以目前的一個美中關係的一個 發展的開始 我個人倒是會比較樂觀一點 就像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國務卿說過的 美中關係當然他們目前是 主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狀態 那布林肯國務卿說到 該競爭就競爭 該合作的地方那就合作 但如果說有需要對抗的地方 美國也會不惜跟中國採取一個對抗的指導 所以美中關係當然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面向 那當然對於美國而言 他希望說在這個分泰尼的這個問題上面 是一個美中可以共同合作去解決的問題 您認為美國距離撕掉 張屍之地這個標籤還有多遠呢 你怎麼看中國在分泰尼議題上的反反覆覆 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